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山东龙口西城的一个港口啊 大家看啊,这里边有好多这种的小商铺都是做批发水产批发的 但是大家看这儿,这儿有一个造船厂 这个船大家看到呗,正在舰中啊,正在造船 它没有加工好了 它这个船看着好大呀,比天津的那个航母都大 我刚才问了一下这里边出来的那个工作人员啊 十万吨,特别大的一个船 哇,说实话龙口西城那边污染挺严重的 那这是一个船厂,见过那个成型的船,也见过航母 第一次见这种没有加工好的这个船啊 超级的大,看到没有 我也不知道它这是干嘛用的 载重十万吨啊 哇,这个第一次见 没见过,挺好奇的 朋友们有见过这种正在建设中的这个船的吗 我反正是第一次见 看前面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钻井瓶材上面要用的东西 我感觉它像是一个平直升飞机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感觉 第一次见这东西,庞然大雾没见过 真不知道它是什么 看那样的感觉应该像是一个平台 应该是落飞机的 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让我也学习学习 天气不是特别好 雾蒙蒙的 不知道看不出来这是雾还是埋着 应该是雾 大家看前面啊,前面是这个玉龙岛 那你介绍呢 玉龙岛的石化项目啊 这是玉龙岛石化项目啊 这是建在海上的 原油就变成这个 是用的石油 这个是提炼石油的地方啊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肯定能带动好多人就业 20万人 20万人啊 肯定那个烟台的GDP肯定增长的很快啊 有了它 这是现在海上的一个玉龙岛 说玉龙岛这也太大了 会不会对影响 对空气肯定有影响的环境 可能以前的那种技术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 肯定影响 有影响 但是现在技术性高了 我估计影响不会像以前似的这么大 这边是太祥一号龙岛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几个白的 长得像集装箱一样 大家有知道的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